朋友们好啊 继续分享毛泽东大传 毛主席在湖南省立图书馆 自修自学的生活到1913年的年初 持续不下去了 主要原因是两个 一个是被动的 一个是主动的 被动的原因是 他爸爸知道他的学习生活实际情况 知道自己的儿子根本就没上学 说是自修自学 这老人家实在是接受不了 老人家就给毛主席下了最后通牒了 说你要不就上学 我还可以继续供你 你要是还继续这样的生活 我就断供了 我就不给你生活费了 这是被动的原因 主动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经过了相当一个时期的自修自学 还有呢 就是他在长沙 那个时候从东山到长沙已经一年多了 那么一年多 快两年了 快两年了 那么经过自己的学习 当兵等等这些的有力 毛主席呢 也对自己 自己的未来 自己的职业啊 有了一番思考 隐隐绰绰的他感觉到了自己可能的未来的职业方向 这就是现在孩子们不都说给毛主席要教员了 毛主席那时候就觉得自己最适合的职业就是教书 有了这样的认知了这样的主动的原因了 再加上老爸一逼 毛主席开始在报章上留心这个这方面的广告 正好当时湖南省立第四十番招生 还不收报名费 哎 毛主席觉得不错啊 就和两个朋友一起去报考去了 然后呢 毛主席就以满分 作文满分的成绩被录取了 同时呢 他的那两位朋友也录取了 而那两位朋友的作文也是毛主席写的 毛主席同时写了三篇作文 被那两个朋友写的作文 也因为这两篇作文那两个同学 那两个朋友也入了这个学 所以毛主席后来想起这个事 说他把得意 三六年的时候跟这个斯诺聊 聊到这事的时候不说 说这个 我为两位朋友写了作文 因为自己写了一篇 结果都录取了 所以呢 我实际上被录取了三次 当时我并不以为 替朋友代考是不道德的行为 这只不过是一件朋友一起的事 他觉得这不过就是朋友一起的事 不是啊 那么呢 毛主席 就进了顺利的进入了湖南省立第四十凡 开始读预科 这是1913年的春天 到了第二年的春天 1914年春天 湖南省立第一十凡 和省立第四十凡合并 而成为了湖南省立 后来的湖南省立第一十凡学校 毛主席呢 就到了 又到了这个新的学校去了 那么呢 就被编入了第一十凡本科的第八班 但是呢 因为一师和四师 他们当初合并之前的时候 他们的入学际不一样 一个是春季入学 一个是秋季入学 所以呢 合并之后 毛主席呢 在新的湖南医师 就又读了半年的这个预科 所以毛主席总共读了将近一年的这个预科 从此毛主席开始了 这个五年的师范生的生涯 当时关于这所学校 毛主席呢 跟包括跟斯诺聊天的时候 当时说了说呢 只是说这个学校不收报名费 然后说生活费比较便宜 所以他才去 事实上不是这个样 事实上不是这个样 我们大家都看过那个 这是我出国之前了 二十年前了吧 快十多年前 国内拍了一部电视连续剧 叫恰同学少年 这个 演绎青年毛泽东的 这个一师岁月 那部连续剧 那个男主角演毛主 青年毛主席的那个男主角 叫什么了 我忘了 小伙子挺不错的 到深圳去 就这个剧热播了之后 到深圳去参加一个活动 我和他见了面 聊了天 吃了饭 他还带着他自己的小女朋友 挺好的一男孩 这几年好像有点沉寂了 最后也没有红得起来 很多人看了那部电视剧之后 还觉得说这部剧是不是有些太夸大 当年的这个一师 觉得好像这电视剧里 这个一师怎么这么摸灯 这么时髦 又说孝舍 很稀释的孝舍 然后这些学生 连夸包都是统一的制式的 然后什么制服 是不是为了拍电视剧好看才这么弄的 还真不是 还真不是 那么关于当时医师的这个条件 谁呢 就是毛主席在东山学习的时候 不是认识街交了 肖氏兄弟 肖氏兄弟老大 肖于肖子生 他后来晚年的时候 在南美乌拉圭 巴拉圭 乌拉圭 后来又不是这个写过一本书 我叫这个 毛泽东的青年 青年时代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 他那个里面对当年的一师 他还真有一些比较详尽的这个描写 这个日本的毛泽东研究的专家 这个竹内石 竹内石有毛泽东传记三种 竹内石 在他自己的住宿里面 还引用了肖于当初的一些个 对于湖南医师的描写 大致的意思是说什么呢 说当年的湖南医师不得了 说第一师法的孝舍 在当时的长沙 那是最现代的 因为是寄宿制度 不仅免交伙食费和学费 还支付学习用品和制服 你说这不得了啊 那这个待遇这个当年这个这个学校 这个这福利这待遇 比我们上大学的时候 我们还享受着毛泽东时代的 义务教育的尾巴的尾声 这点待遇我还享受 我还有助学金的什么 然后学费又很低啊什么 这个看病还都不花钱啊什么的啊 你看王主席读湖南医师的时候 那个第一师烦得不得了 比我们的时候还要好 说这个学校不仅仅是这个待遇真好啊 就是湖南恰同学少年里说的那些个制服啊什么 听说都是根据当时那个那个那个留下的那个影像啊 甚至可能还有实物就是复制的 说毛主席他当初他们穿那个制服就是那样的 包括那帽子什么的都是都是复原的当时的那个那个那个样式 还有说什么呢 说这个学校的这个考到这个学校不容易的 毛主席跟斯洛说的好像就是倾听点水 就觉得好像哎呦 谢守年来了就是写三篇作文 然后他又得了满分就进去了 不仅仅是这个 萧宇有更详尽的这个描写和回忆 萧宇说当时这个学校入学考试非常严格 因考资格仅限于湖南省63个县 各个县内的前二十名的学生 这是应试的资格啊 然后呢出世合格者每个县就取五个人 进而在五百名出世的合格者中 只有一百个人可以入学 是这个啊 这可以真就是百里挑一的学校啊 要求沿着呢 这个这个这个门槛高着呢 为什么呢 因为这学校也是真有钱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中国的这个学校是真有钱 你看免费食宿给你 然后给你发学习用品 然后还给你做制服 所有这些 然后什么呢 人家学校有钱到什么程度 你像杨长纪一样 你包很多李锦西 好多好多都大学问家当时 哎怎么 后来我们有时候也想 你就比如早早年的时候 我们也在想不通 说这个湖南医师也就是个中专学校 或者大专那种 这怎么这么多这个这个一代大师们啊 都到那去做教授去呢 你像杨长纪李锦西 他们后来在医师做完之后 杨长纪就被蔡元培请到北大做教授去 这跨度太大 你现在在中国啊 你不用说是中专院校 或者大专院校 你现在就是 就是普通本科的那个那个 那个教授 你一样让他上北大去 能调到北大去 吃人说梦 不可能的都是 哎 你看杨长纪 后来直接到北大当教授 还蔡元培亲自起 家李锦西 后来就到北师大去了 做教授 好像还做做做系主任 所以当年那时候的学校 真是负得流油 有的是钱 所以像医师那个时候就可以 有那么多有能力的大教授 在这认教 所以医师不得了的 当时真是不得了 你再有医师 你再想想医师这样的传统 医师引以为傲的是什么呢 是自己的这个千年学府 百年师凡的 自己的光荣的历史 医师这个位置 现在这个医师是后来复原 回到这个原址 是回到这个原址 这个 现在的位置就是在这个长沙南门外 庙高峰 庙高峰下 这个文献版的毛泽东传对医师有这样的描写 仿佛像穿越回到了毛泽东上 湖南医师时候的那样那个时代的那个湖南医师 说是在长沙南门外庙高峰下面对着滔滔北流的湘江 东侧靠着越汉铁路 隔江望去 西岸是郁郁葱葱的越路山 周围的大自然环境是那么优美 经常驰过的火车 发出隆隆的轰鸣声 又不时传来时代的气息 你想一百多年前一百一十年前那可不就是那样子 那蒸汽机车是不是啊 喷着白烟 从这个湘江上飞池过 湘江旁边飞池过 是不是啊 那你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啊 啊 那真当年的时候 那个蒸汽机车就相当于现在的高铁一样啊 啊 风池电车的那种感觉 啊 所以你看这个庙高峰下的这个这个湖南医师 这边呢 岳入山 这边呢 岳汉铁路 一古一现代啊 岳入山啊 为初有才于思为生 当年啊 那些老夫子们 朱熹先生 那些足迹什么可能都有啊 那这边呢 时代的列车 滚滚向前 中间呢 是啊 这这一路北去的滔滔 湘江了水 这真是一个很富有诗意的地方 啊 那么呢 湖南医师这个前身就这个位置啊 湖南医师要追溯自己的历史的话 前身呢 就要去追溯到一千年前南宋 南宋著名的理学家张世 啊 当时和朱熹他们都齐名了 161年 就在这个位置上 创办的长沙城南书院 这个湖南医师的校哥里不是提了 不就有这样的词 是不是 城南 城南书院 城南书院的原址就在庙国峰 啊 然后103年的时候 湖南省立呃 那191903年的时候 这个叫湖南师范馆 他就开始变成现代师范教育 开始搞现代师范教育 然后1912年的时候 更名为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 啊 到1949年的时候 改成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 这是他的千年历史啊 然后百年师范 湖南医师还有他教的什么 那就是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吗 毛泽东是从医师走出来的吗 是不是啊 医师的五年师范 师范生的这个岁月啊 把毛泽东变成了职业革命家 从此开启了他伟大的道路 嗯 医师 那么毛主席呢 也因为医师因为毛主席而骄傲 毛主席也因为医师而自豪 那后来新中国成立以后 毛主席每每回忆起这个医师的时候 啊 都很有感慨 他不是称赞 他说了一句名言 对湖南医师的这个学子们来说 永远的名言叫医师是个好学校 是不是啊 然后呢 马主席就现在湖南医师的校名 就是马主席提的呢 嗯 马主席提完校名之后 还给母校提这个词 叫要做人民的先生 先做人民的学生 现在这两句话 就是湖南医师的校训 啊 湖南医师的校训 嗯 那么 毛主席 走进了医师 走进了这个千年的学府 啊 毛主席伟大道路 从此开始 那么医师 败给了毛主席什么呢 从明天开始 我们系统的讲一讲 医师时期的 毛泽东 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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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